郭炳昌的历史其实有400至500年历史 并昌创办是古墓城司 由古墓城市传闻给郭炳昌 又是法人至今 所以他比较亲切 我的思成 郭炳昌有两个师傅 第一个师傅姓梁克的梁生 也是跟着文学的 第二个师傅是王上雁 我跟第一个师傅 有6至8个月 后来跟王上师傅 至今差不多40年 王上师傅 博独金 一直是练习他的东西 将他不断改变 和修策 荣春功夫 比较其他工夫 有很大分别 荣春功夫 他要求不上去 他要求很窄的空间 荣春里面有分三个小年头 三个小年头 三个小年头有特征 小年头有近距离 沉调 不准备 不准备 标子突然间很近 突然间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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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三个小年头有特征不同 所以荣春的好处 就是说求反应变化 非常明显 突然间很明显